我們各位現場的家屬們 還有線上的家屬們 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們的三月份的講座 那要來談談 愛在心裡口難堪 其實我們常常跟家人 很少會說愛 然後特別是在跟照顧上面的部分 有時候難免一些情緒 各方面就會影響到 可是其實都是愛 那我想今天這個課程呢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名師 因為聽他的課你都會覺得說 哎呀時間怎麼不夠他講這樣子 那我想那個林乃玉護理師 是我們現在和平醫院 施政共造中心的護理師 然後呢在這方面其實非常有經驗 那基金會其實有很多的課程 那乃玉也幫非常非常多的忙 所以今天我們就讓乃玉來擔任今天這個課程 重要的一個講師這樣 那現在的時間是在兩點半 我們會進行到四點半 那想說乃玉可以留個二十分鐘左右 讓大家可以稍微有些雙向的互動跟溝通 那其中乃玉也幫我們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step 溝通技巧的一個影片 那可是因為今天現場直播的關係 可能待會在看的時候 現場的觀眾沒有問題 可是線上的觀眾的話 你就注意一下我們在你的這個 收看直播連結的那個 我們會把影片貼在那個地方 你也可以同時去點選跟觀賞的部分 然後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想乃玉其實經驗非常多 也不怕被大家問倒 所以呢 也可以在進行的時候 適時的做一些回應提問 那現場 線上的觀眾一樣 就是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待會在適時的時間 我會來跟乃玉做一些那個 幫你們做提問 好 那我們就請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乃玉護理師 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俊佑主任特地過來 我都不知道說 今天要動員到這麼多的人 真是辛苦大家了 疫情慢慢的有在比較趨緩對不對 所以呢你們有沒有覺得 很開心的一點是 終於有一些實體的課程可以上 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有很多的家屬跟我們說 長輩關在家裡都退了 有沒有 退了不是只有活動力會退 語言會不會退 會對不對 你怎麼會覺得 就是他好像越來越不喜歡出門以外 現在連話都少講了 那當然也有那種 天啊 現在轉一顆粒子沒了 對 那可是我今天沒有化妝 希望呢 希望鏡頭前面的我還是美美的 有有有 謝謝大家 那我們都會希望說 長輩能夠延緩退化是會比較好的嘛 那當然這都是我們的希望 那現在疫情越來越趨緩 希望大家能夠讓我們長輩多出門 我們就多出門 不管參加活動 或者是像現在我們有在推的所謂的社會處方簽 那我今天要講的其實跟這個比較沒有相關 我要講的是什麼 是溝通方面的問題 那大家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其實常常就會有摩擦了 那更何況是跟我們失智症的長輩 我們的長輩他在言語上面 隨著他的這些每個階段都會去做退化之後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跟他溝通 還有溝通的時候我們要注重什麼 中國人最不喜歡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愛說出來 你們想想有多久沒有跟 好了除了在戀愛那個時候 會跟你的另外一半說我愛你以外 你們有多久沒有跟自己的另外一半說我愛你了 想一下 一年兩年 還是最近才剛說過 那更何況是我們自己的譬如說爸爸媽媽 好像更另於說出口對不對 我還記得我每次在講這堂課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是夫妻一起來的 或者是說帶著爸爸媽媽一起來的 那有一個長輩讓我非常印象深 他平常其實就是不會把愛講出來的 是一個男性的失智證者 每次在講這堂課的時候 我都會趁這個機會跟那個長輩說 快跟你老婆說我愛你 謝謝你照顧我 然後當長輩這樣說出來的時候 他的老婆其實是很開心的 然後每次都會跟我們說 謝謝你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麼說了 所以說其實怎麼把愛說出來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隨著我們失智證者 他的疾病進程會越來越退化之後 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不同的應對方式 那希望今天這短短的兩個小時的課程 能夠帶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收穫 當然不需要說我一定今天聽完了 我回去就全部都要做 因為習慣的改變是要慢慢的嘛對不對 我們先從一點一滴的改變做起 那現在大家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是我今天總共會分大概六個方向來說 不用擔心 感覺好像六個好多 其實沒有 那等一下有些東西我也希望 不管是在電腦前面的您 或者是說在現場的大家 可以幫我一個忙 在第六的地方 21個失智證者想跟你說的溝通小技巧 用你們自己的話對我講出來 當成你們是失智證者 我是照顧你們的人喔 到時候我們要玩這個小遊戲 首先我們先進入到 失智證者在溝通上面的變化 有什麼樣的變化 他就是想說不就是沿路這樣子過去嗎 其實沒有耶 每一個階段都有每一個階段不同的變化 但是請你們不要太緊張 不要想說完了完了 他怎麼這一兩天講話講的比較少 他是不是退了 我覺得我們的家屬很可愛就是 只要他跟我們的失智證者 跟以往有不一樣 他們就會擔心他是不是退了 我都會跟家屬說其實退是一定會退 只是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那做好心理準備以外還要做好什麼 照顧的準備 我們必須要隨著他每一個階段的改變 去改變我們照顧他的方式 那講話是不是也是一樣 你看到小時候我們跟我們的小朋友講話 會從碟字開始說起有沒有 然後慢慢的像我的小孩子 我大概到了國小 可能還會跟他說碟字 現在已經一個大學一個高中 我不小心有時候還說用碟字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你幾歲了 我們幾歲了 你可以不要用碟字跟我說話嗎 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永遠把他當成小孩子嘛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他是小孩子啊 就會忍不住用小時候的方法對他 可是他們會告訴你 我已經長大了 你用成人的方式對我 那失智症者他隨著每一個階段的變化 難道我都要用以前的方式跟他說話嗎 其實沒有 我還是要隨著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 去做改變 改變的是誰 是我們自己喔 不要希望失智症者改變喔 記得改變的是我們自己 不要想說為什麼他都講不聽 其實是真正要改變的是我們自己 這個是今天大家要記住的喔 那在溝通上面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他們沒有辦法再找到合適的詞彙 他們沒有辦法說出這個正確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會一直反覆用他以前熟悉的這些字句來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玉立醫療照護諮商 也就是病人自主權利法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一直在推的 我們希望在失智者能夠做一些就是未來醫療的提早部署 目前我們的經驗是輕度的失智症者還可以做 因為這必須要有意思能力他能夠自己去知道說我們在跟他講什麼 然後表達自己的意願 昨天我們做了一個長輩他是輕度失智症 過去的經驗是輕度失智症是OK的 可是昨天這個長輩啊 其實剛開始在做的時候我就一直跟我們主任說 我覺得他不行喔 為什麼 簡單的對話 我跟他說你知道你今天是來幹嘛的嗎 他會跟你講一串你根本聽不懂的話 可是他明明只有輕度的失智症而已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想說 那輕度失智症就會這麼嚴重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每一種的類型的失智症 他的進展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我們就是要隨著他的這個言語上面的變化 去轉換我們自己在用字上面 怎麼去跟他做溝通 另外他去描述就是對熟悉的這些對象 他不是說出他的名稱 譬如說最喜歡拿到順手可以拿到的東西 鏡頭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鼻 對大家都知道這是鼻 可是我們失智症者他可能會跟你說什麼 寫這個東西 對這個還算好喔 再來呢 他直接跟你說 欸 給我拿過來 那個幫我拿過來 那個 你會發現 隨著這些疾病的進程 他可能不是在講出他的名字 他可能只是會描述他的功用 或者是到最後只是用一個代名詞 這個那個 我覺得有時候我最喜歡講的例子就是 現在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幾年前我們失智症者通常被確診 有時候都已經到中度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大家生活在一起啊 每天飯煮好了他就知道看到食物 因為還沒有那麼嚴重 看到食物知道會吃 叫他來吃飯他就會來吃飯嘛 可是餐桌上面 那個幫我遞過來 我要吃那個 可是他你們忽略到 為什麼他都講這個那個 而不是講我想吃那盤肉 幫我把那個雞肉拿過來 幫我把那個遙控器拿過來 不是喔他用這個那個 可是因為大家生活在一起 會覺得怎麼樣 習慣了 他就是這樣講話啊 等真的有問題 再帶到醫院去的時候才發現什麼事 哎呀 原來都已經到了中度失智症 所以家屬常常會很自責 可是這個我覺得這個不是家屬 真的不要太自責 是因為之前大家可能沒有真的很重視 這一個疾病 然後可能會忽略他一些症狀 那尤其像講話這一塊 常常他們就覺得他頂多只是記憶不好 那講話好像也還好啊 一直到拔飛所問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才會覺得 事情好像比較大條 才會把他帶到醫院來 那另外很容易失去思路 就像我今天坐在這邊 我看著PPT 我大概可以知道我想講什麼 因為我腦袋花就開始在編織嘛 可是我們失智症者 你可以問他說 伯伯啊 你今天怎麼來醫院的 那個昨天伯伯我就問他說 你今天怎麼來醫院的 他就跟我說 就他們一聲號召我就來了 對他還會用號召 因為我有時候這些詞句的使用 要看這個人的一些就是射精背景 還有這些過去就是學歷 我們那位伯伯他是碩士 所以他的詞位其實是蠻厲害 可是我只是問他說 你怎麼來的 你搭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然後他就想了一下 久久才回覆我這句說 他們一聲號召我就來了 然後就這樣子就沒有下一句 然後你要一直在跟他解釋說 我是問你你是坐什麼車來的 然後很旁邊的人在跟他講的話 他立刻告訴我說 今天外面好多人 他立刻忘記我問他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回答我的話 他們會沒有邏輯的去組織這些單詞 然後甚至就是他們在思考上面 慢慢的就沒有那麼的有邏輯性 甚至我們問他什麼 他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回答我們 那你要想今天如果說你愛的那個人 不管是你的老公你的老婆 或者是你的爸爸媽媽 一件事情你問他說 我們今天出去外面吃飯好不好 他想了一下都不回答你 你再問他說 我們等一下出去外面吃飯好不好 那衣服還沒曬 那你問了10次同樣的話 你會不會生氣 會對不對 就像我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如果說同樣的事情我一再的問他們 他們也會對我生氣 那我們自己也是 所以我希望這堂課大家聽回去之後 要改變的是我們自己 那另外就是要改變我們跟他說話的方式 後面會再跟大家說怎麼去改變我們說話的方式 另外有一些人他可能開始回到說母語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希望萬一以後我真的很不幸得失之症 我希望我回到說母語 我的母語是什麼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的母語應該是台語 可是我最為人詬病的是我台語很爛 我現在每一次我那天還被我們的另外一個長官說 他說如果你說國語我就要扣你的點數 所以我開始學台語 但是他聽不到三分鐘他就跟我說你給我改回說國語 那我們有些長輩慢慢的隨著就是他的失智症的疾病的進程 他可能是原住民 那他來到了這些就是都市打拚了幾年 他可能就是講國語講台語 除非在家裡他才會講他原來的母語 可是因為失智症的關係 慢慢的到最後他可能國語台語都不行了 他只能回到說母語 有些人是會這樣子 另外你會發現就像我剛剛說的 不愛出門以外 慢慢的他講話也沒那麼的頻繁了 越來越不喜歡說話了 那越不說就越怎麼樣 就越對話 我們其實這句話應該很多失智症的 不管先進們或者前輩們 或者各位就是領導失智症這些向前走的人 都說過用進廢退 這什麼意思 我越使用他 我就至少會維持住 我不要要求進步 可是當我不用的時候就怎麼樣 就一定會退 所以拜託一定要鼓勵我們的長輩 就是好啦就像昨天我那個長輩 他雖然說常常就是我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回到我的點上面來 可是我盡量就是想辦法跟他互動 因為在那一場的所謂的 預力要照顧諮商過程當中 大部分就是前面是醫生講 然後底下的人那邊聽有問題在提出來 可是當我們的長輩言語上面 或語言開始在退化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真的很認真的聽醫生在講什麼 那他就會很無聊啊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都是在觀察長輩 他會不會因為這場對話有一些焦躁或無聊 那最後當別人在那邊簽署的時候 你知道我在幹什麼事嗎 我過去找貝貝聊天 那你們就會想說 可是你不是說他常常就是會文不對題嗎 我就要改變我跟他對話的方式 我就用簡單的 那這些簡單裡面涵蓋什麼 一些語言跟非語言後面都會再跟大家講 甚至到最後有時候跟長輩的互動 語言不見得是最主要的 我甚至最後跟他玩起了手指頭的遊戲 我跟他說你跟著我做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邊玩手指頭的遊戲 其實這個時候長輩跟你有互動 他其實也會比較怎麼講 專注在跟你的這些交流裡面 那甚至有時候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不小心問他一句話 他會回答在那個點上面 其實蠻有趣的 所以說不要因為我們的長輩 如果說言語退了 他就想說反正問他他也不知道 就不要問他好了 其實沒有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跟他進行溝通 那家裡如果說有很多人輪流照顧 其實我覺得非常不錯啊 有不同的溝通的方式 還有不同的話題 那我覺得了解長輩過去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們昨天的那位長輩 我們了解他原來以前是在電信公司上班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當話題 去跟他開啟聊天 那有些人想請問大家 在座的各位你們是照顧自己的長輩的嗎? 對嘛 你們了解自己過去你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的嗎? 還是會不會有時候是經由醫療人員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以前喜歡做這種事情 有沒有人有這樣子的經驗? 我們好像都很少會去探究說我的爸爸媽媽喜歡什麼 然後我們常常都是在跟長輩互動過程當中 我們的家屬才會說 原來媽媽你喜歡這個 原來爸爸你喜歡這個 我很喜歡用唱歌跟長輩聊天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可愛喔 不見得會喜歡跟你講話 可是唱歌的時候 因為那是跟他們年代有相關的 會勾起他們的某些回憶 所以當我在唱歌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說 阿嬤阿公我們來唱歌好不好 那這些阿公阿嬤都會跟你說 不要啦我唱歌難聽 可是當你開啟了之後 他們有時候會跟著你唱 那我還記得有次在病房中 我就是這樣帶著長輩唱歌 結果女兒跟 我就陪著那個長輩在病房散步 算兜圈圈這樣子 結果一邊跟長輩唱歌 女兒在後面跟我說了一句話說 我都不知道我媽媽會唱歌 他們說他們都不知道 是因為我覺得台灣人的 就是應該這麼說 中國人就是有那種比較長輩 還有就是會覺得說比較有威嚴 所以也不像我們那麼敢造次 因為畢竟我們是照顧他的 我們在醫院醫療院所裡面 那一方面我們也知道說 失智症的長輩 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跟他應對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真的就是 比較撒嬌式的去跟我們的長輩去做互動 其實我發現長輩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有時候呢 溝通不一定是講話 前面我說過有分語言跟非語言嘛 唱歌其實也是溝通的一種喔 我唱他喜歡的那個年代的歌 他會跟你有所交流 不過我跟你說選歌一定要注意 我很常講這個例子就是 有一次呢我去實習 我們也是要實習的 就是我們要去看看別人怎麼照顧長輩嘛 那那天我去陪一個失智症的長輩 那位長輩呢 他幾乎就是從我陪他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遊走 他都一直在那個日照中心遊走 那他的語言真的是退了 所以他那七個小時裡面吧 他只會講一句話 快點快點 不論我跟他講什麼 他說快點快點 然後我就想說 我總不能就是這樣陪他走七個小時 所以我就唱歌 那我就唱了一首歌叫做 當我唱到這一段的時候 剛好經過哪裡你們知道嗎 日照中心的大門口 然後啊 他每天來日照中心只等著一件事 就是他老公來接他下班 偏偏當我唱到 當台人怎麼還沒來 經過大門口 我告訴你 長輩立刻往大門口要衝耶 我心想說要死了 完蛋了 我選錯歌了 而且還在這個moment 就是這個大門口 經過大門口的時候 唱這首歌 那當然這時候 我就要運用我的聰明才智 你知道我幹什麼事嗎 我先用我的身體 稍微擋住他的視線 那獅子證者就是 我們要善用他的這些健忘啊 他沒有看到了那個門 然後我也趕快住嘴 然後慢慢我改用別的別首歌 然後沿路就是 經過那門之後 危機就過去了 所以說有時候選歌也很重要喔 我們要知道長輩的喜歡是什麼 還有不喜歡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 之前我們在辦一些 失智症者的工作方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長輩帶去聊天 我們都會先問他的家屬說 這位長輩的禁忌是什麼 千萬不要聊到禁忌 因為有時候 當禁忌被聊到的時候 就很難去收拾了 那另外依靠手勢不是說話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其實一直 手也動身體也動 這代表什麼你們知道嗎 注意我注意我注意我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長輩有時候是因為 言語上面的理解能力沒有那麼好了 所以你要用手勢去吸引他 告訴他說 我在這裡喔 或者是用手勢去指引他 譬如說我們到這個地方 就像昨天那位長輩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因為他雖然只有輕度 可是坐在椅子上面 我跟他說 爺爺 轉過來面對我 他都沒有辦法 他都沒有辦法 到最後我是要 直接幫他把椅子轉過來 面對我的 即便我用手勢跟他說 來看我看我 他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是 你看像我昨天那位長輩 我算是第二次跟他見面 那我還沒有清楚他的這些溝通方式 我要用什麼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溝通 所以我就要慢慢的去嘗試 那我覺得各位家屬很棒的是 你們幾乎都是跟我們失智症者在一起 所以會比較了解 什麼樣的溝通方式對他是最好的 其實我很謝謝各位照顧者 你們是我們跟失智症者之間的橋樑 就像我們昨天做的那一場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玉利醫療照護諮商 我們很多東西要經過你們的轉譯 我們醫療人員很會講醫學術語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它轉譯成 他比較能理解的那個方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們也是我們跟失智症者 間一個很好的橋樑 所以我覺得醫療啊 還有就是社區啊 然後家屬啊 失智症者我們大家是怎麼樣 是一體的 我們是要彼此成為彼此互相 怎麼講 搭橋 我們都是搭橋的高手 那另外呢 在溝通上面的變化 在早期的 就是在早期的這個階段 就是輕度失智症這個階段 實際上我們發現 他還是可以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那社交活動裡面是不是就會要有對話 其實他們還是可以加進去的喔 但是很多人都會忽略一件事情是什麼 大家都覺得他有失智的 所以很習慣喔 都會只跟照顧者講話喔 忘記跟我們的失智症者講話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注意到 或者是說有時候啊 就像我們在醫療端 在住院的時候我們都會只問家屬說 這個貝貝昨天有沒有睡覺 貝貝明明就站在你面前 然後眼睛真的大大的看著你 就 醫療人員就是會想說 因為他有失智症 問他不准 所以我常常都會是先問貝貝說 貝貝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然後啊我們的長輩都很可愛 都會跟我說睡得很好 然後我就會再投回去看有的家屬 可是我就說每一次的溝通 我們要以失智症者為主體 不是把他秉除在外 那在早期這個階段 的確他會一直重複故事 就像我剛剛說 每次啊只要家屬知識團體 那位長輩有來 我都會跟他說 跟你老婆說我愛你 然後老婆就會心花怒放 那這個長輩呢 他會一直重複故事 所以我就說他的戀愛故事啊 我都可以幫他出書了 那這個時候請問一下大家 他一直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可以跟他說 你已經說過了 其實我覺得可以 但是跟他說這個你講過了 可是我想要再聽別的 告訴他說 你說過了啦 我想要再多認識你一點 你可以再多講別的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語氣非常的重要 你不能說你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再講很多次 你講別的好不好 跟這個我之前聽你講過 我想再聽別的 你再多講一點別的好不好 請問哪一種方式 是你覺得 對我想要多講一點的 應該是後面那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人都是這樣子 你語氣好一點的跟我講 即便我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 不想幫你 可是因為你語氣好 所以我還是會願意幫你 可是當你語氣不好的時候 狠狠就會造成什麼 摩擦 我們失智症者他也是這樣子 因為他 隨著疾病進程的關係 所以他在理解力上面 還有在感受上面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敏感 甚至會去曲解 所以當有時候 其實你語氣中 沒有那個意思 應該說你沒有那個意思 可是你的語調 稍微有點不耐煩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覺得 你在生氣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這些長輩突然情緒 一個大改變 通常有時候都是因為 只是單純的溝通的關係 你看到人與人之間 正常的溝通都會出現問題了 更何況是我們的失智症者 那在輕度這階段也是會 沒有辦法去找到合適的這些詞 所以說怎麼樣跟我們 輕度失智症的長輩 能夠成功的去溝通的秘訣 就是記得一件 不管你在輕度 中度 重度 永遠記得一件事情 講話的時候 不要把它排除在外面 這麼說好了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社交場合 你很想要講一件事情 結果呢 大家一直不聽你講 你到最後會怎麼樣 算了我就不要來好了 對不起 我講話動作太大了 那我們長輩也會這樣子 我想講 你都不聽我講 不然就是我講了 你跟我說 你都講過了 我不想聽了 那久了他會不會不想要再繼續講 那就像我前面剛剛說的 用盡廢退 你都不讓他講了 只有慢慢的 他的言語的能力就會越來越退化 這都不是我們樂意見到的 另外要花時間去聽他說 對 你們一定會覺得耐心這件事情呢 真的很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就是 這應該是新加坡的一個短片 叫做錢不夠用 應該所有從事失智症的這些人都看過 就是那段影片就是 兒子回到家 坐在旁邊跟媽媽一起看電影 媽媽問他說你吃飽了沒 兒子剛開始還會跟他說我吃飽了 等問到第三次的時候 兒子怎麼脾氣就上來就抓狂了 那在我們照顧的過程當中 我也遇過那種就是被診斷失智 然後家屬都很自自喔 他們都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才發現 那我說這不能怪你們 因為一般的民眾 有時候都只是把失智跟記憶掛勾在一起 可是他們忽略了其實還有其他很多的症狀 那像我在臨床上面 我有時候就會慢慢去誘導家屬去回想說 長輩以前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個個案 就是我就問他的兒子說 那媽媽有沒有一直重複問話 或者重複買東西啊 那兒子就說有 那有時候一句話一個晚上 可以問五百次 我說五百次會不會太誇張 那兒子自己笑一笑跟我說 五百次是誇張了一點 可是一兩百次是跑不掉的 我說那當他這樣問的時候你是怎麼回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他說老的不就都是這樣 他真的就是回答說老的不就是這樣 我說那你怎麼回答他的 剛開始還會好好回答 後面就很生氣不想理他了 真的就是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說其實在照顧失智症的這條路上 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就跟我們家說 我們要慢慢的把我們的鬱子提高 本來你在五十分的時候就會生氣了 我們慢慢的六十七十把那個鬱子提高一點點 久了之後我發現現在很多的 家屬也跟我說習慣就好了 我就說對很豁達我覺得這就對了 覺得他們就是會這個樣子 但是不要因為他的這些行為 讓我們自己生氣 我們自己生氣了 我們的失智症者會感受到啊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一張圖片就是一個書櫃裡面 紫色的書代表是記憶 綠色書代表是感覺 紫色的書會越來越少 記憶會越來越少 可是綠色書代表感覺那個是比較 還是留下比較多的代表什麼 我們失智者會隨著他結編的進程 記憶力會越來越不好 可是他的感覺其實不會退太多 所以我們對他的好 我們對他的關懷其實他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另外要給他時間 不是只有我們要有耐心 我們還是要給他時間 等待他的回答 另外我們要去感受到的是 他在這一段對話過程當中 有沒有覺得舒服 或這些言語有沒有讓他覺得 哪裡 你就會發現他臉色變了 之前我們有個個案就是 他有很嚴重的精神行為狀況 然後來住院 剛開始的時候都交談得還不錯 然後突然我們發現他臉色變了 這個時候我們所有的人都開始退後一步 當他臉色變的時候 有可能會開始有一些攻擊行為 那這個症狀 我先講這個症狀是因為我們 本來跟這位男性的失智症者在講話 然後後來醫生回頭跟老婆 稍微講一下說 他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當我們醫生跟他老婆講話的時候 然後老公的臉就變了 代表然後我們醫生就跟我講了一句英文 那就是嫉妒妄想 那慢慢的醫生從這個場合中退出 只剩下我們 就我們跟他老婆還有病人在一起 在這個談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要隨時去觀察到他的情緒的反應的 當他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終止這個話題 或者是什麼讓他造成他 在這段談話過程當中的不舒服 我們都要去注意到 那還有笑是可以的 我想這麼說好了 伸手不打笑臉人 除非我也真的遇過失智症者會跟你說 笑什麼笑 你在笑我什麼嗎 這個時候當然就不要微笑了 可是微笑是必要的 就像有時候我們去照顧 當我們面對失智症者的時候 他看到的如果是一個微笑的表情的時候 其實他也會放下他的戒心 我們人都是一樣的嘛 尤其是我們的長輩都是喜歡笑笑的人 所以他們就會去 有時候他們就很可愛 會說那個會一直笑 那個都不笑 在住院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這樣子跟我們形容這些醫療人員 所以微笑是真的很重要 就像我們出去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 就像我們透露一個小秘密 就像我們第一次看到 我們就是和平神類的劉竹人 他就笑笑的時候 心想說笑什麼笑 那時候真的心想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他是新來的醫生嘛 我們想說幹嘛一直對著我們笑 可是實際上後來就發現 其實在一個社交場合裡面 微笑是非常必要的 尤其是對我們的失智症者 微笑可以讓他帶來一個怎麼講 親切 還有甚至有時候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感覺 那接著呢到中期的這個階段 叫做中度的失智症 他呢這個階段可能是維持最長最久的 那另外呢從隨著這個疾病的進展到中度之後 你就會發現喔 真的耶 跟他的溝通會不會越來越難 你原本以前跟他講說 爸我們今天晚上出去吃牛排好不好 他這樣聽得懂他會跟你說好 可是到中度的時候 你跟他說爸我們今天晚上出去吃牛排 因為誰誰誰要從高雄回來 這一段話他可能就沒有辦法理解 他可能只有聽到的是什麼 晚上吃飯或者誰回來 他沒有辦法很認真把這一整段 全部都聽進去 所以我一直跟我們的家屬說 當我們的長輩逐漸在變化的時候 你講話的內容也要跟著改變 就像昨天我的那位長輩 我從很長的一段話 然後會慢慢的去剪字 就像我們有時候投稿論文嘛 字太多的時候我們就去剪字 把重點剪出來 跟我們長輩說話也是一樣 要把那個重點結錄出來 讓他知道說重點在哪裡 不要讓他聽不清楚 那在這個時候呢 怎麼去跟我們中度失智症者 進行一個比較好的溝通 能夠成功的秘訣在於說 那個環境最好是要安靜 因為他們很容易分 像我前面有剛剛講過嘛 他們很容易思緒會失 就是他們的思考的這些思緒 會失去那些思路嘛 那我們的長輩在這樣吵雜的環境裡面 譬如說外面的車子一直經過 那聲音會不會讓他分心 會 還有啊 我們常我先講醫療環境裡面好了 如果經濟好一點的 他可能住在雙人房或單人房 我們常常進去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照顧者都把電視轉得很大聲 那都是照顧者在看 那我們的失智症者就是這樣子 躺在那邊 可是實際上呢 當我們查房的時候 在跟長輩對話的時候 電視聲音一樣那麼大聲啊 對不對 那他會注意到我們在講什麼 可能沒有辦法去注意到 所以這個環境可能如果說是可以安靜一點 去除一點就是背景音樂 不管是說電視聲音 或者是正好那時候有人在講電話 或者放音樂 其實如果這個聲音 能夠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弄小一點點 其實會讓我們更好 去跟我們失智症長輩對話 那在家裡也是一樣嘛 如果這個環境太吵雜 你跟他講什麼 他可能不知道你正在跟他講話 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這個空間如果干擾是 越小的會對他們越好 慢慢說 說清楚 有沒有發現 慢慢說 說清楚 就六個字 我可以 如果在一般的人 我會說 跟失智症者講話 我們就是要慢慢的講啊 然後每個東西都要把它講清楚啊 可是這個就 有沒有很簡單 我就把字都剪掉了 慢慢說 說清楚 跟我們中度失智症者 就是這樣子 爸 今天要去看醫生 先這樣子跟他講 不要跟他說 爸今天要看醫生 你先到那個門口去把鞋子穿好 然後在門口等我 我們一起出門 你就跟他說 今天要去看醫生 然後呢 等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再跟他說 我們到門口穿鞋子 那個指令就要開始 像切菜一樣 一段一段的囉 我 最常發生的事情是在病房 而且 還不見得是失智症者 有時候我們的護理人員 就到病房去了 就說 阿嬤 等一下你把阿公啊 那個帶下來 然後到護理站等我們 我們會有阿姨啊 帶你到那個S光室 去照S光 我跟你說 奇怪耶 五分鐘後怎麼病人還沒出來 就那個護士 跑去跟那個阿嬤說 阿嬤怎麼還沒有把阿公帶出來 阿嬤說 你說那麼快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我們正常的一般人 你給他這一連串的指令 尤其是我們的長輩 他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執行 更何況是我們的失智症者 那如果我們沒有去改變 我們跟他的對話內容 最後你會不會就很生氣說 阿爸叫我們做什麼 你怎麼都沒做 不是他都沒做 是你沒有好好的跟他說怎麼做 所以我就說 聽完這堂課其實是 我們要改變我們自己的心態 另外一樣 足夠的時間 足夠的耐性 等待他的回答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他去想 他想要說什麼 或他想要做什麼 另外一次只有提出一個問題 晚上吃什麼 不要中午的時候 就是一大早就直接問他說 爸中午想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好不好 到最後他可能只有跟你說好 那他真的好嗎 他真的聽得懂嗎 不見得喔 是因為你講得太快了 所以呢 我們對我們失智症者 你就隨著 我覺得其實在輕度的時候 就應該都要做到所謂的 慢慢說 說清楚的 這個是我覺得在每一個階段 都必須要做到的 那另外用是跟否 這個你想要些咖啡嗎 而不是你想喝點什麼 就像我剛剛說的 爸晚上你想吃什麼 我跟你說 我本身是有選擇障礙的人 所以你每次問我說 要吃什麼的時候 我可能連想了十分鐘 都沒有辦法回答你 要吃什麼了 那更何況我們失智症的長輩 隨著他疾病退化的時候 你跟他說 吃飯好不好 飯 他腦袋瓜搞不好 想不出來 飯是什麼樣子 你跟他說 那我們吃牛肉麵好不好 牛肉麵 所以有時候這個時候 我們都要借助到一些 輔助的工具 像圖片 我覺得有時候圖片 都還蠻好用的 所以說 對我們中度失智症者 你在問他的時候 就不用再給他開放式的 直接給他二選一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或者要或不要這樣子 吃香蕉還是吃芭蠟 他甚至有時候香蕉跟芭蠟 他不知道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跟 我們會跟家屬說 其實如果你手邊 剛好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給他看 甚至有時候味道 其實味道也是我們 溝通的方法 有沒有 他想不起來香蕉是什麼 可是當他聞到香蕉那個味道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香蕉 我們人很有趣 我們的記憶會透過很多 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一般的人 我腦袋瓜可以想得到的 我可以想得到 可是我們失智者 他可慢慢隨著記憶的退化 他沒有辦法去想像 這個東西是什麼 可是當他聞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香蕉 他們會去 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有一年去英國 然後去看他們失智症的病房 他有一間陽光是 大概是這邊的二分之一大 他一整面牆都有那種大圖輸出 就像那種很漂亮的英式花園 其中有一個百寶箱 一個木盒裡面 他掏出一個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也很想買 但是太貴了 資金不足沒有辦法買 他掏出一個味道的東西 那味道裡面很有趣 他寫海邊的味道 好啦請問大家 這個時候海邊的味道 你會想到什麼 很多對不對 魚腥味或海風的味道 真的喔 你就打開那個小瓶子 你就聞一下 真的就有那種海風的味道 他們有一整組系列 甚至還有一組系列 它是叫做鐵的味道 就蠻有趣的 可是你一定會想 為什麼要有鐵的味道 有沒有以前的人 如果他是做鐵工的 這種東西會不會去勾引他 記憶 或者有沒有辦法 去讓他講更多 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說味道 其實也是在我們溝通的 其中的一環 那另外呢 不要去糾正 也不要去批評他 曾經有人問過我說 我們常常說要給現實導向 可是你要我們不糾正他 這是兩個抵觸的 我說這不一樣喔 我們做現實導向 有點比較像是 在日照中心 當這個人的情緒 都是很平和的時候 我們說今天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星期幾天氣怎麼樣 可是當他在情緒已經很不舒服 甚至很生氣的狀況底下 你再去糾正他說 不是不是 你講的不是這樣的時候 他會不會更生氣 會 這個時候我們是要順著他 我們常常說其實跟事實證者的 溝通方式 還有應對他這些所謂精神行為的方式 是要不指責不糾正 那我覺得其實順勢跟轉彎 非常的好用 順著他的話講下去 但是慢慢的帶領他這個情境 不要讓他因為這個話題更不舒服 或更不開心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不要去跟他真的說 沒有你講的不是事實 就像我說的嘛 順著他的話講下去 只是轉個彎 帶領他這個不開心的這個情境 或情緒裡面 其實對他很重要是因為 如果當他生氣了 你會不會也跟著生氣 他本來說要一起出去吃飯的 結果因為兩邊都不開心 都不高興 到最後就怎麼樣了 不出去了 本來是要去據點參加活動的 然後呢 阿嬤想穿紅色的鞋子 女兒說 紅色鞋子已經不見很久了 你就不要再找那雙紅色鞋子 我們就穿綠色鞋子 然後兩個呢 就吵起來 到最後阿嬤就說 不出門了 沒有紅色鞋子我不要出門 會不會 會啊 對 那我們就可以找一個理由 告訴他說 紅色鞋子 我們那天把他放在妹妹家裡了 我們改天去拿 我們今天先穿 這雙好不好 這雙比較適合今天的活動 用這樣的方式 當然不一定都有效 但是我們就說 因為各位其實都是長期跟我們的長輩在一起的 會比較了解用什麼樣的方法 會用什麼樣的一些語言 可以讓他這麼說好的 妥協 所以其實都是要善用各位的智慧喔 那另外呢 其實就像我前面說的 任務越簡單越好 還要去拆解他 拆解他就是 明明你就是我們就會跟 就像我們跟我兒子說 明天要出門 你今天晚上要準備行李喔 然後明天早上八點要起床 我們幾點出門喔 可是我們長輩就不行這樣子了 我們長輩你可能就是 當天早上跟他說 媽 我們今天要去排中 我們開始準備行李喔 我們就陪他一起準備 好 那我們現在要幹什麼 出門前先上個廁所 就是要分段式的 等他做好一件事之後 我們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視覺很重要 就是 就像我們說 我們在做育力醫療照護智商 請問各位看過鼻胃館嗎 在座應該對 大家知道 可是我們有些長輩 他可能看過 可是他現在沒有辦法去想像 什麼叫鼻胃館 我們會直接拿出來給他們看 視覺會比你 他這樣子想像的 或者是記憶中的 會來更清楚知道說 你在講什麼 還有就是我剛剛說的味道 其實也是可以讓他知道說 這個是香蕉 這個是拔拉 其實那個氣味其實還是 那種比較刺激的氣味 也是可以對他們記憶的提取 會有一點點幫助 所以幫助不是促進他的記憶 而是可以幫助他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到了重度 失智症的這個階段 有些人在言語上面 就會退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你會注意到 我們的長輩慢慢的 他幾乎不太說話了 那他說話的形式可能就是 用一些聲音或者是低難 甚至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之前我們就是有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病人已經到了重度失智症 幾乎好幾個月吧 都不曾講過話 突然有一天那個門開了 他就講了一段話出來 雖然他的孫女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可是他在陪那個長輩回門診的時候 跟主治醫師講了一段話 他說那天聽奶奶突然講話 他才想起來原來我的奶奶還是會說話的 雖然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 我們重度失智症者他的言語的表達是 他想表達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甚至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沒有這些話語的出現了 他可以數週或數年都有可能 這個時候我們要依賴是非語言的囉 非語言非常重要包括觸摸也是非語言 還有陪伴也是非語言 我後面會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另外我覺得這一個不是只用在末期的失智症者 應該說所有的失智症者都一樣 我們是要從前面去接近他去介紹自己 千萬不要像我們小說都很熱情 有時候都在這背後 某某某某某某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失智症者有可能會忘記他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你在叫他 但我們很熱情從背後拍了一下他 他們的這些理解能力可能會造成誤解 他會覺得有人要攻擊他 會不會給你過肩摔 有可能會喔 他們可能就會給你過肩摔或直接 就打過去 所以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是從前面去靠近我們的長輩 然後跟他做自我介紹 另外呢就是觸摸、視覺、聲音、味道 這些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是在用在我們這些重度失智症者上面 是比較好的溝通方式 那同樣就是在去英國的那年 我去參觀他們的失智 不是安寧病房 我去參觀了兩間病房 一個是專門就是失智友善的病房 那一個是安寧病房裡面我第一個去看的個案 他就是默其失智症者 其實我看到一件非常讓我感到很天性的事情是 那位安寧護理師走進去之後 他是怎樣 他是直接坐到床邊 然後開始跟奶奶說話 然後他不是叫奶奶 像我們在台灣 我們看到長輩都叫爺爺奶奶 可是我跟你說 對失智症者而言 爺爺奶奶沒有個別話 就像我們會去問他的子女說 阿嬤喜歡人家怎麼叫他 我們有一個阿嬤喜歡人家叫他 好吃雞肉的阿桑 為什麼 不是 因為他以前太雞 他覺得他買雞肉 人家說好吃 他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他喜歡人家這樣叫他 那我們另外一個 病人喜歡人家 喜歡人家叫他阿尊 因為年少的時候 人家就是這樣叫他的 所以你叫他爺爺 他沒有反應 你叫他阿尊 好吃雞肉 好吃雞肉 看我台語真的很爛 好吃雞肉的阿桑 他是有反應的 那一天就是他進去之後 就坐在床邊 叫著阿嬤的名字 然後他就坐下來 他跟阿嬤繼續講話 但是他在講話 阿嬤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他是重度 他是末期失智症者 他是來接受阿寧的 阿嬤也沒有反應 可是他做的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他一邊講話 一邊牽著阿嬤的手 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就是 也會跟我們有對話 那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有在病房 待了將近快十分鐘左右 他全程都是這個樣子 這讓我們了解到什麼 不要因為他是重度 是末期的失智症者 他沒有語言能力 所以我們就是很常規的進去做一些工作 就像通常在末期的這個階段 都是需要人家照顧比較多 那我們就會忽略說 爸我要幫你擦身體 或者我們進到病房 有時候就會直接這樣 血壓涼涼涼 該做的罪作我們就出來了 可是會忽略一件事 就是告訴他說 我現在要幫你做什麼 可是我們那位就是安寧護理師 他是坐下來 牽著阿嬤的手 跟他聊天 跟他講話 雖然阿嬤不會有反應 可是他做到了陪伴跟肥語言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好像我們會覺得說 反正他現在中度 重度都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就會在他面前講他一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通常有時候我們還是會希望 到病房外面 或者是不要在他面前說 如果說你不知道該說什麼沒關係 有沒有陪伴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你在難過的時候 你會不會希望有一個人都不說話 但是旁邊有人陪著你 當然也有比較孤僻的 像我就是覺得不行我要躲起來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會希望說 沒關係我旁邊有一個人陪我 你不一定要跟我講話 有時候陪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對我們這些長輩 我們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 譬如說他躺在那邊或坐在那邊不講話 然後放個電視給他看 然後我們就去做我們的事情了 可是久了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會不會越來越退化 這個階段像我們去年那個 五六月六七月那個階段 大家就是在家裡 然後大眼瞪小眼 然後最後呢 就會彼此互相生意 我去年接過最多的私袋就是問我 怎麼辦 叫他做活動都不活動 我說沒關係啊 你叫他做 你現在幫他安排這個活動他不做 那我安排別的嘛 對不對 這種活動的安排是要有靈動性的 是要有彈性的 不一定他現在你幫他安排什麼 他就要做這件事情 你甚至可以問他說 那你想要做什麼 我陪你一起做 有時候是換個方式是 你想做什麼 我陪你一起做 或你陪我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長輩都很聰明 我有個個案 他住院的時候有悲害妄想 然後那天他就說他不要吃藥 他不是不吃藥 他是不喝水 其實我這時候拿水是一方面 剛好喝一口水等我一下 然後他就說他不要喝水 他說那個水有毒 你知道嗎 我們照顧失智症者 怎麼可以 不讓他吃藥 我的意思說怎麼可以 就這樣不讓他吃藥 我當然就要善用我的專業啊 那我就這樣走過去跟他說 奶奶 來來來來 你看我喝一口 我當然是假裝喝一口給你看 沒有毒沒有毒 我們長輩很可愛喔 他看著我一眼 然後我就遞過去給他嘛 他看我眼跟我說 我為什麼要喝你喝過的水 當場就被打槍 讓你看我們長輩其實很厲害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只能夠再善用我們手邊的工具 後來他的照顧者 就是他的看護在旁邊發現一瓶 沒有打開的礦泉水 沒有打開礦泉水 你在打開的時候會有什麼聲音 會有那種 拉環被拉掉那種 的那種聲音 我們在他面前做出這個動作 他聽到那個聲音 我說阿嬤新的 沒有毒的 阿嬤看了一下 接過那瓶水 把藥吃下去 所以有時候呢 這不是在單純的 處理所謂的精神行為問題 這會不會也是溝通的一種 也是啊對不對 我們隨著情境跟他的對話 然後改變我們照顧他的方式 還有應對的方式 要不然有些人會不會說 你不是就算了啊 會不會這樣子 當然喔 有可能會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發現真的就像俊佑主任說的 怎麼會越講越久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才剛講到就是 第二個部分 那第二個 第二個 對不起 這個 這個 有點 我們現在要講到就是 STEP 剛剛俊佑主任也先幫我們做宣傳了 在座有聽過STEP的舉手 俊佑主任請你放手 你明明就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那 會舉手 大概就是我們的老顧客 就是陪著我們一起成長的家屬 那 坊間 其實都有在講溝通 溝通的技巧很多 我相信 我們 就像我們一開始在學士製政 我們都是從 國外的網站上面去翻譯 然後就要去社區跟大家宣導 好啦 我來 考考各位 我從剛剛講到現在 你們能記得五成的舉手 沒有辦法對不對 我講了很多欸 對 可是你看喔 真的沒有辦法 去再短短的時間去吸收 可是我們又希望我們能夠 做到好一點的去 跟我們的長輩做應對 所以呢 我們在前年吧 我們真的就是針對 國內外的文獻 去做一些收集 然後把它整理成大家比較容易記得 那當然啦 我們也是超別人的 我們超誰呢 我們超荷蘭 荷蘭呢 他們其實 荷蘭它的地跟我們差不多 他們的失智正人口也跟我們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他們在失智友善這塊做的不錯 是他們把這些東西全國化 那他們有一個 類似也是像是失智友善 然後他們提出一個口號叫做 would 那 would 其實翻譯成英文叫做 good 裡面實際上就是四個失智症的互動技巧 那我們呢 剛好有一年我們就在整理這些文獻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台灣一直在講失智友善 在講友善溝通 怎麼樣讓我們的醫療人員 讓我們社區的一般民眾 甚至我們的家庭照顧者 能夠更簡單的去記住這些技巧 而且真的不難做到 我剛剛前面講那麼多 你們都會覺得 可能越聽了眉頭就越皺了 可是等我等一下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原來就這麼簡單 你這個講師是來這邊騙學費的 不過就是五個小小的技巧 你可以講那麼久 好首先第一個是什麼 smile 我剛剛前面有沒有講到smile 微笑 就這麼簡單 你跟任何人溝通的時候 記得微笑就對了 那面對我們失智症者也是一樣嘛 第二個是什麼 謝謝 不管什麼就說謝謝就對了 謝謝指教 謝謝謝謝 他的幫忙說謝謝 第三個是什麼 眼神接觸 就像我剛剛 我除了剛剛沒有很認真面對 我們的攝影機以外 我就幾乎把每個人都掃射過一遍 為什麼我要讓你們知道說 我是在對著你們講話 眼神的接觸重不重要 其實很重要啊 就像我的長輩 如果說我叫他爺爺 然後我眼睛又不看他 他知道我在叫他嗎 所以就像昨天在做那一場 玉利亞照護智商 其實我在跟長輩說話的時候 我都是讓他能看著我 所以很多醫療上面 以前前輩的規定到我身上都被打 在我身上我都沒辦法做到 是因為我的長輩有時候是坐輪椅 我的長輩有時候是臥床 可是我們的以前的醫療告訴我們是說 你在病人的那個床邊的時候 你不能坐在他的床旁邊 你是要站著或幹嘛 我們的長輩躺在床上 你站著站跟他講話 居高臨下 會不會就對他覺得有威脅感 還有他能看得到你嗎 不行嗎 我有的長輩坐輪椅 我站得高高跟他講話 他知道我在跟他講話嗎 所以有時候你會注意到 我在病房裡面 甚至有時候我會單膝下跪 不是說多矯情 是我覺得我要讓他看到我 我要讓他知道我在跟他說話 所以有時候我甚至會坐到他的床上去 為什麼 我要讓他看到我 然後我有時候這些長輩 我可能需要靠的是肢體語言的方式 去讓他知道說我正在跟你說話 或我正在照顧你 所以眼神接觸其實真的很重要 擁抱當下 對不起這邊我沒有改到 這叫 像我們改叫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翻譯成 是指說 就是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 後面我再跟大家解釋 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 我們就跟著他的情境走 後來有一天 我跟大家講這個歷史是怎麼改的 那是現在 好像沒有很浪漫 就是現在就很死的感覺 那有一天我們老闆就問說 你覺得改成 unbracing the moment有沒有好一點 我本身就是比較浪漫的雙宇宙 我就覺得 對耶 moment是這個時刻 我跟他在同一個時刻 我說有耶 這個詞我覺得比unbracing now 好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擁抱當下 我們會翻譯成 unbracing the moment 就是擁抱當下 在這個時刻 他處在什麼樣的一個情境底下 我們就跟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底下 而不是跟他說 沒有你亂講 這是以前的事 不是現在的事 那最後一個是什麼 耐心 passion 所以有沒有很簡單 其實我從前面 什麼輕度到重度 然後什麼樣的 每個階段的變化 怎麼應對 講的就是這五個 所以你們一定覺得說 今天這個講師是來騙錢的 那我們再跟大家 就是從頭到尾再講一下 微笑是什麼 對他的時候能微笑 跟他自我介紹的時候 能微笑 欸你們有沒有這個 對不起 本性又出來了 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站在他的前面 他認不出來你是誰 你跟他說 我是你女兒 你怎麼會是我女兒 我女兒在高雄 你會不會很難過 對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微笑 跟他說 爸我是你二女兒 我叫什麼名字 好一樣 沒關係 他還是跟你講說 不是你不是我女兒 我們還是微笑的 去跟他做自我介紹 當然心裡會很難過 因為我很多的家屬都告訴我說 他很不能接受他的老公 或他的長 他的爸爸或媽媽 怎麼會不記得他了 可是我們的失智症者 真的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是做好我們自己的改變 跟心理建設 去面對他每一個階段的變化 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當他一直反覆問題的時候 記得微笑 就像我剛剛說的 新加坡的劇裡面 本來兒子還可以跟他說 我吃飽了 到最後就很生氣 跟他說我吃得超飽的怎麼樣 對嗎 你看想到這個大家還會笑 這個是因為我們看戲劇 會覺得好笑 可是當我們在生理其中的時候 心情是很複雜的 會不會 那沒關係 記得一件事情 微笑 能夠應對任何的事情 那當然 在幫助他的時候 要微笑 就像我說的 你微笑的時候 好啦 你來拜託我 可是你笑笑說 你可以幫我做什麼嗎 我明明心裡很不願意 可是我覺得 好啦 我會願意 那當然我們在幫他的時候 我如果臭臉 那請問你的長輩會覺得說 你就是不高興 你就是不開心 會不會 會嘛 所以即便他真的是 就是把家裡弄得很亂 然後需要你收拾很多東西 記得當我們在幫助他的時候 下面帶微笑的 最重要的是 這邊應該都是主要照顧者 對不對 這邊都是主要照顧者 請你們把這段話 帶回去給你們其他的家屬 拜託 看到我的時候 給我一個微笑 有沒有 其實我常說一件事情 我覺得微笑的背後也是一種鼓勵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們是不是也是需要被微笑以對的 我真的遇過那種家屬會很擔心的 跟我說怎麼辦 長輩來住院他很擔心 家裡的人覺得他沒有把爸爸或媽媽照顧好 我說那你就換人來照顧 換他們來照顧 所以我們常常說 跟我們醫療院說 不是只有對病人微笑 不是只有對失智症的微笑 對我們照顧者更要微笑 因為這個微笑被隱藏了非常多的含義是 我體諒你 我理解你 我同理你 我覺得 這有非常多的含義在 謝謝也是一樣的 體會我們失智症者的優點 或照顧者的優點 然後呼應他們關心的議題 他現在關心什麼 我們就去呼應什麼 我現在這邊先講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們有一次家訪發生的 就是因為聯合醫院這幾年有在做居家訪事 那個個案實際上 照顧者在照顧上面已經有非常 因為爸爸是 長輩是一個比較專權的人 等於說他在家裡是一個比較威嚴的長輩 所以他講什麼 底下的那些兒子和媳婦都要照做 否則長輩就會生氣 那一天一大早起來 我們就去看長輩的時候 這是家族轉述給我們聽的 他說一大早起來長輩就生氣了 生氣什麼 生氣說 那公投我要拿兩萬塊給公投啊 公投怎麼還沒有來 怎麼這麼晚叫我呢 家屬阿伯已經九十幾歲了 已經在家裡那個就是養老了 而且行動不是很方便 兒子就問說 你找公投幹嘛 那爸爸就說 我給他錢啊 不然工程做不下去啊 然後兒子這個時候 他就跟爸爸說 爸 你還沒起來的時候 公投已經來了 我們先把那個工程館給他了 他已經回去開工了 阿伯這時候聽到 阿公聽到這樣子 情緒就比較緩了下來了 然後就開始準備吃早餐 可是呢 兒子說 如果不是 在這之前 我們曾經告訴他說 失智症長輩的這些所謂的 情緒問題 或這些精神情緒問題 怎麼應對 他說他以前的應對方式 已經跟他說 你都幾歲了 你都在家裡了 什麼公投沒有的事 可是他現在的關係的議題是什麼 他錢沒有給 工程做不下去啊 對不對 他關係的是這個 那如果說 一般人可能就跟他說 什麼公投沒有 會不會就這樣回過去 可是他兒子學到就是 呼應他關係的議題 立刻跟他說 錢已經給了 所以這時候長輩 就沒有那麼生氣 那接著呢 我們在那過程當中 還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你也知道嘛 醫療年齡到家裡去 長輩就會很熱情 叫他們家人準備東西 然後 長輩愛喝咖啡 他就叫媳婦趕快泡咖啡給我們喝 可是因為他們在照顧上面 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 就媳婦跟兒子 就忙著在跟我們講他們 照顧上面的困難 就忽略了倒咖啡這件事 好長輩又生氣了 又生氣了 叫你們倒咖啡 那早上的蛋糕怎麼還不拿出來 你看喔 記憶還是很好 他還知道說有準備蛋糕 這個時候我立刻就跟媳婦說 好好我們先不要聊 我們先把咖啡泡起來 那長輩看到一方面 媳婦也著手在泡咖啡 然後我也安撫長輩說 有咖啡正在泡咖啡 長輩看到正在泡咖啡了 情緒就又慢慢的緩和下來 所以說呼應他們關心的議題 非常的重要是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時候 處理這一塊的話 他情緒會不會起來 越來越高漲 到最後就會有一些比較 躁動甚至一些 可能比較難處理的 這些狀況發生 還有謝謝他熱心的幫忙 雖然說他常 雖然說不能說常常 雖然有時候在過程當中 他會有一些小小的失誤 我之前有個長輩 他最喜歡泡咖啡 那我就跟他說 好那你下次來活動的時候 你要幫我泡咖啡喔 那泡完咖啡之後 他老婆就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弄得這麼亂 沒關係啊有什麼關係 咖啡接過來喝一口 告訴長輩說 哇你泡得好好喝 下次你要再來繼續幫我泡咖啡 以後每次遇到我就問我 乃玉 什麼時候再去泡咖啡給你喝 我想到的不是 他把東西弄這麼亂 而是他還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鼓勵大家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看到是 他還能的這件事 而不是他怎麼給我造成 這麼多的困擾 咖啡倒出來 咖啡渣弄得滿桌滿地都是 我們要清洗嘛 那沒關係他只是清理的問題而已 可是他還可以做 如果你今天剛剛說 哎呀你以後都不要來幫忙了 如果到處都是我還要收拾 他是不是就不想做了 不做的後果就是什麼 用盡廢退對不對 今天一直跟大家講到 就是要讓他做 然後保持正向思考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還能做 所以我們要記得謝謝他 各位你們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說我也常 就像我跟那一對夫妻說 哎跟你老婆說我愛你 其實我愛你含義後面是什麼 會不會也是謝謝 你辛苦了 其實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管是對我們的長輩 就是我們是認證者 或各位照顧者 其實真的我們都 要不吏息地說一聲謝謝 就像我們在醫療場所裡面 我們也會跟我們的照顧者說謝謝 那我覺得我說謝謝的原因是因為 謝謝你們這麼認真的照顧 我們是失智症者 才會降低他們常常來入院這件事情 要不然其實我們很多長輩 會一直反覆住院 我們有那種長輩真的就是 來住院以後 我們都會以為他會反覆地來喔 沒有欸 他隔了可能一年多以後 才又再來住院 這時候我要謝謝誰 我當然是要謝謝我的照顧者 代表他們把我們的長輩 照顧得非常的好 那眼神接觸嘛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說的嘛 身體要降低去 直視我們的失智症者 所以我是隨著我們的長輩 他用什麼樣的工具 我去調整我 而不是讓他來配合我 還有當他注視你的時候 不要去迴避他 大家會不會擔心 有人一直這樣看著你 就像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說來誰有問題 還是來這個問題誰來回答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默默的每個人的頭 就低下去了 因為他跟老師 除非像我這麼雞婆 或者這麼愛講話 你就會這樣子 眼睛一直看著老師 選我選我 可是十之八九都是這樣 會迴避老師 那我們迴避會不會造成 他就覺得說 你好像在拒絕我 所以我們對失智症者也是一樣 那我也鼓勵我們的醫療的人 就是當家屬或長輩來找你的時候 不要害怕 我們就是跟他眼神接觸 雖然有時候 他一跟你講話就要半小時 可是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當你在不忙的時候 其實陪我們長輩講話也是蠻有趣的 而且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更了解失智症者 或更了解照顧者 我們背後都 他們的背後都有非常多的故事 等待我們去發掘 另外 離開的時候 要用眼神確認他到結束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長輩很容易跟他聊天 他就會很開心 一直跟你聊聊聊 你今天說好囉 我要回去喔 我要回去囉 可是他還是會一直跟你講下去 有些人 他可能就跟你說 好囉 我要走了 轉身就走 我們長輩就怎樣 愣在那邊了 發生什麼事了 剛剛不是聊得很愉快 為什麼他突然就離開了 他生氣了嗎 所以我們會教我們的醫療人員 或我們的照顧者是 我身體轉方向的 我會用我的手勢 跟他的眼神接觸 跟他說我要走了 拜拜 什麼時候再來看你 那你就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本來還在一直講話 慢慢的他就會越講越小聲 然後嘴巴就要閉起來 然後會微笑送你離開 我覺得這個用在我們 失智症長輩身上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讓他知道說 你要跟他結束話題 而不是突然就終止掉 突然終止掉 他真的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讓他在我們的眼神的注視之下 連帶我們身體的這些 所謂的身體的姿勢 這些手勢告訴他說 我們要離開了 那一樣 跟我們照顧者 要適時的眼神接觸 我常說 之前 好啦 我有時候很忙的時候 看到某一些家屬 我真的會很害怕 因為我知道他們常回報很多問題 要來找我 可是當我也很忙的時候 我不小心頭就會滴下去 希望他不要看到我 我也一直告訴自己 不行這樣子 為什麼 家屬們一定都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照顧上的壓力 想要找到人 不一定是專業人員 或許他只是想要找人說而已 不見得要我們給他正確的答案 所以這個時候記得 如果說你有認識的 一樣是失智症的照顧者 他想要找你聊聊的時候 沒關係我們就是陪他聊聊 有時候真的不見得會要給到建議 聽他說 這個就像我前面說的 陪伴其實也是溝通的一種 那擁抱當下 這邊有改到了 Embracing the moment 擁抱當下 所以我剛剛說 為什麼了解我們長輩的這些經歷很重要 就像我那個在日照中心陪伴的長輩 我忘了那件事情就是 他每天只想等老公來見他 所以我用錯誤的歌曲 如果我了解他過去的這些經歷的話 我可能就會選其他的歌 當然後面我就選別的歌 一樣是剛剛那個 好吃雞肉的阿桑的故事 他在重度失智症的階段 其實言語真的不太行 每天去跟他說 摸摸澡 他就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真的每次我屢試不爽 我跟他說 阿嬤 雞要怎麼抬 他會用斷序的詞句告訴我 愛心什麼 就是燒熱水 然後燙一下 然後脖子抹一刀拔毛 他沒有辦法講得很完整 可是他可以斷序的告訴你 每一個階段 他是重度失智症者 住院期間基本上跟他講話 他就這樣子而已 還有他會唱歌 他會唱歌 而且他唱的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自己改編的喔 他是烏雅歸 可是他把他改成自己的 而且他唱的是他改編的 而不是正確的歌詞 所以是他兒子陪著他唱 記住一件事情 他是重度失智症者 所以說了解他過去的背景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用過去的這些經驗背景 打開跟他溝通的那一扇門 這是一個買好的一把鑰匙 知道他現在所處的時空背景 還有他當下的需求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阿伯 他當下的需求就是 我要給公投錢 我就要去解決他 不要去糾正他 不要指責他 還有同理心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在病房 我也很常講這個故事 阿嬤80歲 他真的是80歲喔 有時候真的聊一聊沒話題 就會問他說阿嬤你幾歲 阿嬤說我18歲 兒子在旁邊立刻跟你唱反調 什麼18歲 80歲說你什麼18歲 我立刻跟兒子 制止他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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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說阿嬤 你18歲的時候你做什麼 阿嬤跟我說 我18歲的時候你 我正在等嫁人 你等嫁人 我說阿嬤她本身是 就是大陸過來的 她以前是住在上海 所以當她18歲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人是在上海 那我剛好去過上海 所以可以有一些話題跟阿嬤聊 人家阿嬤會跟你講得很開心 三天後阿嬤要出院 經過我面前 坐在輪椅上面 阿嬤阿嬤要出院囉 當然又咚咚咚咚 跑到她面前去蹲著 看著她說 又跟她聊一聊 阿嬤阿嬤你今年幾歲 阿嬤說我今年80歲 阿嬤不是 兒子又在旁邊搗蛋了 兒子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阿嬤你正常了 對阿嬤三天五日 我跟兒子說 不是住院三天有效 是她現在跟我們 處在同一個時空背景底下 所以她說她是80歲 當她18歲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陪到 陪她回到她那個年代 聊她想要聊的 或者是從跟她的對話當中去 打看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才說 有時候跟她聊天 才會發現說 原來你嫁給我爸爸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喜歡的男生 其實蠻有趣的 我們都會跟我們家說 藉由這些對話 去了解過去你的長輩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有時候不見得 我們會去知道 那最後一個是耐心 耐心是什麼 耐心的去聽 然後回答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是要放慢 慢慢的去回答的 另外 當我們在問她問題的時候 爸 晚餐吃什麼 我就說像我這樣子 有選擇障礙的人 我可能十分鐘都選不出 晚餐吃什麼 更何況是我們長輩 所以給她時間去想 真的不行的時候 用簡單的二選一 再不行 我說各位可以用什麼方式 圖片 用圖片的方式 那真的再不行的話 或許知道她喜歡什麼 我們就準備什麼 但是要告訴她 我們今天晚上吃飯或吃麵這樣子 還有不要聽她作答 我在病房裡面 最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 明明我在跟病人說話 在跟我們私人講話 旁邊的那個兒子啊 女兒啊 媳婦啊 她就會搶著回答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聽阿媽自己說 我要聽阿公自己說 還有 當她一直重複在問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是博焰其般的回答 她問你說 晚上吃飯喔 對 晚上吃飯喔 五分鐘後她再問你 晚上吃飯喔 對我們晚上吃飯 態度是要一致的 有一年我媽媽就是消化道出血去住院 然後媽媽 南部媽媽真的是比較節儉 我說你住單人房好不好 不用阿 做什麼單人房 所以我們住的是四人房 那你要知道 整個除了草以外 她的對面 我就跟我媽媽說 這個長輩一定有失智症 因為她一個晚上問了無數次的 明天要出去旅遊 剛開始呢 都還可以 就是照顧者還可以 心平氣的跟她說 你在住院 你在住院 到最後等她問到半夜 問她說 明天要去旅遊 連護理師喔 來涼血都問護理師 明天要去旅遊是不是 到最後她的家人就會 直接說 別吵啦 大家都在睡你吵什麼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 對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當我們再回答 長輩這些重複的問句的時候 當然要有點耐心 每次的答案是一樣的 態度是要一樣的喔 那我覺得連結給他們 連結給他們好了 我們今天就暫時不放影片好了 對 那肢體語言跟身體的接觸 前面我有說過 我們語言有 我們溝通不是只有語言啊 從我們的手勢動作 面部的表情有沒有 都可以傳達 就像我從剛剛到現在 我如果從剛剛到現在 都是這樣子 今天我們講的是溝通 各位照顧者 你們要記住一件事情喔 跟我們長輩溝通的時候 要面帶微笑 你覺得我這樣子 有說服力嗎 對 那雖然我剛剛一直在打扳東西 可是你們就會 怎麼樣 至少注意力會在我的身上 所以 臉部的表情 手勢 語調 重不重要 就像當我覺得很重要的時候 我聲音可能會比較高亢 那當然可是對我們長輩 比較不能夠這樣子 對我們長輩講話聲音可能就是要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隨著年齡的一些變化 我們長輩對高音頻的 比較沒有辦法聽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在病房裡面 我的聲音屬於是比較高頻的 可是當我在跟長輩講話的時候 我會稍微刻意壓低一點點的聲音 那當然有時候不見得他們 有時候音頻太低他們也會聽不到 所以你要去調整自己 哪個音頻 哪個音量 哪個音頻是我們長輩 他可以聽得比較清楚的 那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我去也提醒大家 我們長輩如果聽力問題的時候 也要去幫他解決 為什麼 聽力不好 是不是退化也會比較快 所以要進入這件事情 當我們四肢正者 他開始沒有辦法溝通的時候 這些身體的接觸跟肢體語言 就相對變得比較重要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我去英國看到的 雖然他重度四肢症 在接受默契安寧 可是我們的那位安寧婦女士 他是去跟他講話 一樣跟他講話 但是他是去摸著他 然後手去握著他 讓他知道說 有人正在陪著你 陪伴也是溝通的一種 對不對 如果說 當他們越來越難以去理解 你在講什麼的時候 記得我們自己要耐性 保持冷靜 如果一次不行 我們就像我說的 我現在講這一段話不行 我就慢慢去剪 剪他理解的 就像我昨天說 跟那個貝貝說 貝貝我們轉過來 當他講兩次 我發現他不懂我意思的時候 我開始動手 因為我們的椅子是旋轉翼 想要幫他旋轉 我想說如果我帶點手勢跟姿勢 幫助他 讓他理解說 他現在正要轉向 他自己腳 可能就會稍微動 後來我發現 這樣也不行的時候 你知道我下一個動作是什麼嗎 我直接 不是 我直接就是 繞到另一邊去 是我改變我 而不是他 改變他的方向 所以說這種東西都是 經過不斷的嘗試 所以要有耐心 要不然有可能 我昨天這樣子之後 我就會說 算了啦 好難喔 我就讓貝貝自己一個人 在那邊玩紙就好了 因為真的當大家都在 談玉莉醫療的時候 只有貝貝一個人 就這樣犯著那個紙 如果我不過去找他 他這整場是不是就覺得很無聊 對 所以我說 要有耐性 要不然其實就是 怎麼講 阻斷了他跟外界溝通的機會 那還有我們講 後來語氣跟態度是正向 跟友善的 要跟他們處在同一個水平 然後不要嚇到他們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長輩有時候 他們會比較敏感 所以當我們 像我會人來風 當我們很興奮的時候 會不會突然就很大聲 可是我們長輩可能會嚇到喔 所以說 當我們長輩在我們旁邊的時候 記得我們的動作其實是 我們的動作還有我們的語調 不要突然一個很大的改變 這樣有可能會嚇到我們的長輩 要記得這件事情 還有輕拍他的手或握住他的手 另外呢 有時候還會教一下大家 如果說你是跟他很親近的長輩 你可以順著他的手臂 慢慢的摸上去 其實都是告訴他說 我正在跟你做交流 這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要去看他 會不會不舒服 有些人不喜歡人家摸他 有些人是不喜歡 可是大部分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說知識的接觸很重要 可是還是要去看一下 這個長輩他是不是能夠接受 另外請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當我們不被理解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覺得很沮喪 我們長輩也會啊 所以說不是他改變喔 而是我們要改變我們 自己跟他溝通的方式 是我們去配合他 而不是他來配合我們 那用這些非語言溝通技巧 可以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 意思是什麼 當然在照顧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沒有去學習 隨著他的疾病的改變 然後去改變我們跟他溝通的方式的話 其實慢慢就會覺得說 跟他溝通好難喔 對牛彈琴我不想跟他講話了 會不會這個樣子 其實真的會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一再的提醒自己 他因為大腦受傷了 慢慢的他的語言能力 他的這些所謂的理解能力退化了 是我們要去調整我們 而不是他要配合我們 因為他也很難配合我們啦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要記得一件事情的是 我們講的跟我們的臉部表情 是要能夠怎麼樣 要能夠就是吻合的喔 另外呢如果說大家有沒有嘗試著說 你用很生氣的口吻說好 跟你用微笑的口吻說好 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想過 你很生氣的說好 可是這個好代表什麼 我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不是真心的覺得好 可是當你微笑說好可以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說你是願意的 你真的是心甘情願的 這個回到剛剛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的臉部的表情跟你的語氣 其實是要同一個步調 不能夠是你說好啊 可是為什麼你的語調跟你的表情是不一樣 這樣會讓我們失智症者覺得很困惑 你今天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所以說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的臉部其實傳達非常多的一些 非語言的這些溝通 所以微笑真的很重要喔 臉部的表情很可惜 我剛剛就問了一件事說 我要一直坐著是不是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走來走去 為什麼走來走去是 第一我可以看到大家 第二呢就是走來走去也可以讓你們看到我 所以身體的移動跟姿勢其實都是溝通的一種 手勢眼神接觸觸摸還有空間 空間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們現在的距離就是一個非常社交的距離 沒關係 沒辦法因為我們現在正在錄影跟上課 可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有分所謂的就是社交距離 跟一些親密的距離 這些也都是跟我們溝通的其中的一環 聲音剛剛講過嘛 語調的高低啊 這些也都是 但是我剛剛講過臉部的表情可以不說一句話 就可以去傳達 請問一下有哪一個國家 開心的表情是這樣 我好開心喔 這樣子好醜 大家看到我很醜的這樣 還是有偶包的 沒有嘛對不對 開心就是微笑嘛 很開心嘛對不對 難過就是眼角會下垂啊 然後整個神情是往下的 有誰的開心是說我真的好開心 我真的好開心 當然除非有些特殊疾病 或者是顏面有受損的 可是一般人 當我們開心的時候 這是國際表情 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們臉部其實可以傳達非常多表情 只是這幾年 大概兩年多了吧 非常不幸的是什麼 我們都戴口罩 可是你想說 口罩 反正我不微笑 大家也不知道 你錯了 我要講一個例子 這雖然不是發生在失智症者的身上 去年的5到7月 我們都在隔離病房裡面 那隔離病房 不是只有口罩這件事情 我們還要戴護目鏡 我們還要戴面罩 我們要戴髮帽 我們還穿兔寶寶裝進去 我們每天都在病人面前的只有什麼 兩隻眼睛 真的就當然只有兩隻眼睛 因為口罩就戴到這裡嘛 然後眼罩 然後還要戴個護目鏡下來嘛 全身包得很密實 他真的只有看到兩個眼睛 是漏在外面的 那我們也被說 進去裡面 你呢 為了怕那些病毒飛起來 所以你的移動是要小心的 那你看我這種大類類的人進去裡面 我就要變得非常小心翼翼 那我本來就是一個講話 就是這樣手舞主導的人 可是進去裡面不行 有一天有一個長輩他那天要出院了 他突然跟我說 小姐 每天看到你都這麼開心 心情都變好了 我那時候嚇一大跳耶 我嚇一大跳原因是為什麼 我其實在這裡面已經盡量 因為那段時間疫情非常的嚴峻 每個病人病況都不好 所以沒有辦法 那種真的是開玩笑的方式 進去查房 我們每天都是嚴陣以待的 去面對這些 真的是有時候常是生離死邊 可是他居然告訴我說 每天看到你這麼開心 心情都變好了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 其實我們進去的時候 當你微笑的時候 你自己照鏡子 我們的眼角是怎麼樣 其實會上揚的喔 雖然他沒有看到我們的口罩 可是他聽到我的語調 我的眼睛真的是會比較柔和 他知道說其實你是和善的 所以當他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更驚覺到說 其實不管在怎麼樣的情況底下 我保持微笑 當然除非一些特殊的狀況 否則微笑真的是 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 也是一個共通的語言 還有就是溝通 你看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露出我的眼睛 那聽到的是我的聲音 可是他知道說 每天看到你這麼開心 然後這樣子笑著對我們 他心情都變好了 這真的都是我們會忽略掉的 那另外呢 身體移動的方法 還有姿勢 會透露我們的這些心情跟精神 就像我今天來這邊 我雖然我的下半身不能動 可是我會去移動我的上半身 代表我什麼 我現在是很有活力的 還有就是我很開心我來到這邊 如果就像我剛剛說 我就在那邊 謝謝今天很開心 接受俊佑主任的邀請來到這邊 跟大家講溝通 如果是這樣 然後我連動都沒有動 你們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真的很開心來到這邊嗎 還是這個人其實昨晚沒有睡好呢 其實這些身體移動 還有不管是首飾 或者是我的語調 其實都可以表現出 我這個人現在處的這些狀況 那另外我們講話的時候 其實會不加思考 就會一些首飾出來 有沒有 你你你我我我 會不會 首飾就出來啦 生氣或高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這些首飾的存在 所以有時候 當然也是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首飾也會造成一些誤解 就像我們事人長 你這樣點他 你你你你你 你因為有時候只是開玩笑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理解說 他可能就會誤會你是不是在生氣 所以當然在我們跟長輩溝通的過程當中 雖然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跟他溝通的一個手段 可是是要善用跟小心使用的喔 眼神的接觸是 其實就是告訴他 我正在注視你 我想要多了解你 還有請你看著我 我現在正在跟你說話喔 我們有時候是三人房嘛 那有時候三人房裡面住的都是同樣的 性別的長輩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我說個別的話很重要的是 當我走到第一床叫阿公 我第一床的阿公 嘿 什麼事 為什麼 他就覺得有人叫阿公 他就直覺的反應 雖然他沒有看到我在叫他 可是我明明叫的是第二床 可是我第二床阿公沒有看到我 所以他完全沒有反應 對 很有趣喔 在我們病房 正是有時候在病房裡面 失事證病房裡面 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明明在叫第二床 結果是第一床或隔壁床的回合回答我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比較是靠近我的長輩 然後去問候他 讓他知道我正在跟他說話 觸摸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可以前排他肩胛骨背後頭啊 這些都是可以 所以如果是跟你比較親密的這些長輩 甚至的時候抱抱他 抱抱他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想像一下你說話的音調和音量 就像我剛剛說的好 好啦 好 好 有沒有 不同的好 就會有不一樣的這些表現的方式 這個時候你的好人家就會去想說 你這個好是真的好還是假的好 就像老闆說 今天留下來加班 好啦 跟 跟 好啊可以啊 這是不一樣的有沒有 以語調的不同跟你臉上這些表現出來 如果說是不同的話 其實解讀就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要記住我們臉部的表情 跟我們聲音是要吻合的 那第六個我們來到傾聽 其實溝通它是雙向的 就像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我只能夠講給你們聽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溝通是互動的 有時候是我說你們聽 有時候是你們說我聽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很喜歡聽 一些家屬講他們照顧的故事 是這麼說好了 每一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故事 還有每個家庭都有他們照顧長輩的不二法門 這些都也是我們這些臨床照顧者 需要跟你們做學習的 那所以我們要更好好的去 傾聽我們的長輩說什麼 雖然有時候他這一段話可能講了十分鐘 還沒有辦法讓你聽到重點 可是記得一件事情 有時候傾聽是讓他覺得說 對你有照顧到我的需求 我是被你怎麼樣 我是被你照顧的 我是被你重視的 他們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有時候會需要更多的身體的這些 飛魚眼就是身體的接觸 就像我說的這些 親白手臂還有微笑這些都是 那眼睛看著他們 鼓勵他們說話 有時候如果說這麼說好了 他一直講 然後我就一直低頭做我的事情 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好像都沒有認真在聽我說 我之前工作比較忙的時候 我會把工作帶回家裡做 那我的兩個小孩 那個時候都還在 兩個小孩兩個都還住在家裡 現在已經到南部去了 那他們放學回來 都會到我房間來跟我聊天 那這個做媽媽的非常的不盡責 一邊手邊忙著工作 沒有看著他們 然後就一邊敷衍的 聽他們講學校的事情 然後呢講到 就是他們告一段落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來回覆一下他們了 我就說 所以後來呢 兒子就會跟你說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然後下一個動作就是 你都沒有認真 沒有認真在聽 他們就離開我的房間 就出去了 我就覺得說 剛剛真的是一場 非常沒有很好互動的溝通 因為我眼睛也沒有看著他們 我一邊在做自己的事情 其實我是沒有認真在聽他們說的 所以最後他們就會很不開心的 離開我的房間 不想再跟我進行下面的分享 那我們長輩也是一樣啊 如果說 當他在講的時候 你就一邊在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很敷衍的跟他說 是喔 長輩會不會後來也不想講了 也會啊對不對 所以說 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 在他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他更多的關注 甚至我們可以去回歸 他的需求是什麼 或者他現在我們 就是需要我們幫他的是什麼 那最大限度減少就是 就是妨礙溝通的過程 當然就像我說的嘛 前面有講到 不管是聲音啊 或者這些背景 背景環境造成這些雜音 都可能會阻礙我們跟長輩的溝通 所以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這些噪音 是非常重要的喔 反覆的重複你的問題 那當然這些重複的問題不是 你都不變 而是要你發現他 沒辦法聽得懂你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要去縮短你的話 就要去縮短 不是一直說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飯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飯 你可以說吃飯 好不好 就開始要去縮短你的話 而不是說 要重複我們的問題 那你就一直重複 但是沒有改變你的 你的這些結構的話 其實他還是聽不懂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好啦 你呢 表面 你就是表面上呢 就是一直跟他說 對對對 可是你是怎樣 對對對 其實這些肢體語言表現出來 如果跟你的就是 回答是不一樣 就像我說的他們會很混淆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在低估 或者是說你在搖頭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而言是什麼 好像也是在反駁他們的話一樣 所以記住喔 我們是要善用我們很多的這些 不管肢體語言啊 手勢啊 或音調 但是是要跟你的內容 還有跟你的態度 是要一致的 那最後 好應該還留有時間給大家問問問題 最後呢我想請在場的各位 或者現在正在收聽的各位 或在電腦前面的各位 能夠跟我來一起唸 請你們喔 請你們喔 好那我可能這邊呢 大家輪流來 第一位這個川大姐 可以幫我唸第一句話嗎 大聲喔 小姐說 讓我知道你是真的關心我 想像一下 這個是失智症者想要告訴我的 拜託你 笑著跟我說話 讓我知道你是真的關心我的 好第二個 我們請這第二排第一個大姐說 如果你很緊張 記住我也感受到你的緊張 對 失智症者他想要告訴我們是什麼 當你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被你搞得很緊張啊 所以慢慢的說 慢慢的說 然後說清楚 好 那我們請第三位大姐 微笑可以消除緊張情緒 讓我放鬆 對 失智症者想要告訴我們是說 跟我講話的時候 記得微笑的對著我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跟我們前面 剛剛step是非常吻合的 好 第四個我們請這位大哥 使用我理解的語言 保持簡單沒有行話或俚語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長輩可能沒有辦法再去知道那些以前的俚語 就像我同事他們很會講俚語 他說一句長長 我就說天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沒有辦法再去清楚知道說 你這些俚語後面背後隱藏的是什麼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溝通方式 所以說在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失智症者希望也是越簡單越好 他們能聽得懂的是最好的 不要講那些像醫療人員最喜歡在病人面前講什麼 醫學術語 有沒有 然後呢 醫生講完之後 拍拍屁股走人了 常常呢 家屬都不會在第一現場 直接問醫生說你說什麼意思 都是等醫生走之後 跑出來問我們說 小姐小姐 剛剛醫生講的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陣子也是一樣啊 用他們懂的話 用他們能理解的話 去跟他們進行溝通 那後面 喔好 俚語又主任 請放慢你說話的速度 對 這個速度 雖然有點小斷句 沒關係 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放慢我們的速度說話 這樣他才能夠去理解我們說了什麼 慢慢的說 說清楚 你說太快 我根本就不懂你在講什麼嘛 對不對 謝謝我們的軍友主任 讓我們後面的大姐 我到下一張囉 通常 通常 老師通常 失智者不會講這些那麼長的話 喔 不是 我現在是 你是失智者 你希望別人用什麼樣的溝通方式 用這樣的話講出來 然後我會再跟大家做解釋 說話保持簡短和重點 一次說一個想法 對 失智者希望我們跟他講話的時候是什麼 越短越好 重點很快的呈現 而且一字只有說一個說法 如果就像我說的嘛 他今天我們要帶他出門去看醫生 你剛說媽我們就要去看那個神經內科回診喔 你先到房間把你的衣服穿好 健保卡記得帶喔 我等一下在客廳等你 對 就像剛剛那位大姐說的 失智者他沒有辦法耶 對不對 他沒有辦法記得那麼多 他也沒辦法講那麼多 所以一次只跟他說媽 我們今天要看醫生 甚至跟他說哪一科都不重要 就是說我們要看醫生 我們先去房間穿衣服 一次一個指令 等他這個指令做好了 我們再給他下另外一個指令 好那再下一位 讓我花時間思考一下 你對我說的話 這個是什麼 拜託多給我一點時間 多給我一點耐性 讓我去想一下 喔你剛剛是問我 晚上要吃飯還是吃麵是不是 我先想一下我想要吃什麼 給他一點時間去思考 你剛剛講的什麼 還有他要怎麼回答你 而不是等了三秒鐘 隨便啦 那我們隨便吃就好了啦 不要再想了 不是這樣子 我們失智政者 希望你多一點的耐心給他 讓他去思考 你講了什麼 他要怎麼去回答你 然後來下一個大哥 讓我來確定談話的節奏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長輩 我們失智政者 每個人他在溝通上面 他的理解能力都不一樣的 你很快的講 他可能沒有辦法知道你在講什麼 是我們要配合我們失智政者 所以是由失智政者來領導 談話的節奏還有句子的長短 是我們照顧著要去配合失智政者 而不是希望失智政者來配合我們 其實節奏就是講話的速度 速度內容或者這些組織的詞句 對 理解 OK 謝謝 那我們下一位 讓我成為對話的領導者 讓我負責談話 意思是什麼 大家都會想說 我只想 尤其是在我們臨床 我只想把我想問的問完 剩下他想講的 或許不是我想收集的資料 我就不聽了 可是沒有 我們失智政者才是我們的主題 我希望他能夠多講一點 所以是我想講的 是由我來去領導這場對談 而不是你希望收集到什麼資料 然後收集到資料拍拍屁股走人了 其實我想講的都沒有講到 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再回到第一個大決 確保你引起我的注意 意思就是說 拜託請你講話的時候 看一下看著我講話 或者是用我喜歡叫的名字來叫我 就像我喜歡人家叫我什麼 美女 你叫我美女我一定回頭 所以說 確保讓我知道說 你是在跟我講話 而不是這邊這麼多人 我怎麼知道你在跟誰講話 失智政者 你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稱呼他的名字 然後眼睛看著他 我說我那時候去英國 很有趣喔 我說台灣 台灣的醫療很死 他的床頭卡 永遠就是病人的姓名 組織醫師 可是你知道嗎 我在英國看到他們病房 他上面的那個床頭牌 他寫什麼 我喜歡你叫我什麼 他是這樣子寫的喔 我喜歡你叫我什麼 這麼個別話 對這個才有個別話喔 好 接著由我來 好 接著由我來講好了 我是失智政者喔 一旦你說出你的想法就暫停 意思是什麼 我在跟你講話啊 可是你現在是想要怎麼樣 主導我的想法 想要阻斷我的這些想法的時候 那拜託拜託 你的想法已經要左右我了 那你就不要講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是希望能講出我的想法 而不是讓你的想法來左右我 所以一旦當你把你的想法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那就暫時先不要這個話題好了 意思是這樣子 暫停 所以我可以說出我的想法 意思就是說給他時間 雖然說可能會稍微中斷一下 我們對談的內容 可是實際上這個時間他是怎麼樣 或許他可以去思考 也或許他不是在思考 或許他真的就是被外面這些 車水馬龍或一隻小鳥飛過去啊 去影響到他想要講什麼 可是沒關係啊 他跟你說 外面那隻鳥好漂亮喔 你也可以跟他說 真的喔 那隻鳥長什麼樣子 不見得你要回到剛剛你的話題 你可以先順著他的話題 講完了之後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話題 給我時間 找到這些詞 並說出我的想法 回到剛剛前面跟大家說的 他們在組織詞彙上面 開始會慢慢退化 給他們多一點的時間 去思考一下 他要怎麼講出這一段話來 而不是想那麼久 算了我們下一個好了 不是這個樣子喔 對話可以是輪流的 不是一直都是我們長輩說 然後我們聽 也不是都是我們一直說 或我們失智正著聽 對話是什麼 剛剛說的啊 下輪流嘛 你丟一個球來 我接了你的球之後 我再丟一個球回去給你嘛 是要有互相的 是要輪流的 還有讓我完成我想說的話 這段話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拜託你們有一點點的耐性 讓我把它講完 不要想說 喔阿伯 你這段話講那麼久 啊算了算了啦 我問你兒子 或問你媳婦比較快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回到我們剛step 裡面講到是什麼 耐心 耐心其實對我們的長輩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提出問題 請重複你聽到的訊息 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你會誤解 我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沒有辦法好好的組織這些單詞 我也怕你誤解了 所以請你重複問我說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想吃麵是不是 是這個樣子 確保我聽到你說的 問我是否明白你所說的 這跟剛剛是相反的 是我 是照顧者 問了失智症者 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確定 失智症者 他是不是能夠理解 那不能理解的時候 沒關係 我說了什麼 你就把字減掉 挑重點來問他 我就說 我是要隨著他去改變我們的問話 而不是覺得說 問都問 問你都得不到答案 算了不要問你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喔 還有大聲不是好的 低的音調會比高的音調好喔 所以我才說 我們像我在病房裡面跟長輩說話 我會刻意稍微壓低一點點 我的聲音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講話的時候請你面對我 目光的接觸可以幫助我全神灌注 講的是什麼 簡單的回到我們的 眼神的接觸 讓他知道我們正在跟他說話 還有拜託不要打擾我 當我在講話的時候 不要覺得你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就打斷我了 就像我們一般的人 當我想講的時候 有人打斷我講話的時候 會不會我也覺得很討厭 會覺得好沮喪 是不是你不想聽我講話 所以說當我們失智症者 你明明都已經到這個故事 已經聽過20次了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讓他講到 告一個段落的時候 告訴他說 哎呀爸 這個你以前有講過了 那你可不可以再多講一點別的 我們是用這樣的形式去怎麼講 如果說他一直來重複這個話題的時候 不是不可以讓他講 而是我們可以告訴他 我們聽過 我想多聽你講一些其他的 還有啊請耐心的等待 不要放棄我 我真的很想成為談話的一部分 這什麼意思 對不要因為我講得慢 或者我真的就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你就算了不想跟我講了 我也想要出去跟大家聊天啊 我也想要出去跟大家做活動啊 雖然我講話沒有那麼流利 可是拜託不要把我摒棄在外 這個都是用失智症者的角度去說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 其實這個真的就是跟我們前面講的 step是一樣的 微笑還有眼神接觸 有耐心說謝謝 還有就是 他在什麼樣就是擁抱當下 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 我們就在什麼樣的情境 那時間的關係沒關係 回去跟你們的家人練習 首先有沒有辦法跟他眼神接觸 對看一分鐘然後微笑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第二個是什麼 你吃飯了沒 我吃飽了 重複20次的對話說 看你們有什麼樣的感覺 好那剩下來大概還有10分鐘的時間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也可以請大家發問 那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俊友主任的邀請謝謝 來 我們給美女一個掌聲 謝謝 好那個我們開放現場的觀眾先問問題好不好 機會難得有沒有什麼想要請教美女的部分這樣 說到美女我就一定會回應 誰願意問第一個問題 大家還在想 那美女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家屬最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私自者不願意去看醫生 要怎麼溝通 我覺得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我先跟大家說 這個東西都是用在A有效 不見得用在B有效 我們都會跟家屬說 不然就是用陪我去的名義 爸我最近頭好痛 我覺得我想要去看一下醫生的 可是我一個人不太想去醫院 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 用這樣的方式 用哀兵政策 第二個還可以怎麼樣 找他最喜歡的小孫女 尤其小孫女最會撒嬌了 叫小孫女 爺爺陪我一起去 爺爺最近那個醫院 有在安排一些活動 不用錢的免費的 快點我們去參加活動 還有獎品可以拿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不敢說都一定有效 因為有人用過也沒有效 但是我只能說 我們要想到很多的方法 還有找到對的那個人 我發現找到對的人很重要 對的這個人他講什麼都好 或許他那個人是誰 一個月才回來一次的高雄的兒子 高雄兒子回來 看醫生在哪 明明是這種態度 可是他覺得 兒子關心我好我去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對的那個人其實還蠻重要的 對 其實那個美女就講了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常常失智者都是對照顧者很不好 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很難 就是像今天講很多很好的一些原則 到底怎麼樣把它落實這件事情 大家其實不見得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分享你自己怎麼樣 在落實這個這樣的一些原則 有時候真的是不容易 要一直提醒自己 他是生病人 他不是故意對我這樣子的態度 或者他都是那個沒有回來的兒子 就心心念念的這樣子 都是在身邊照顧的家人 都是對他不好 對他都是這樣的 那大家也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做一些分享 不知道有沒有我們現場的家屬願意 提問分享都好 你們在照顧上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你曾經用過一個什麼樣的好方法 去解決什麼樣的一個困境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提出來大家做分享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互相需要學習的 請問一個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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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媽媽她認為我那個生活費沒有給她 其實每個月都有給 她說怎麼這個月沒有給我 這時候她自己搞亂了 後來沒辦法我就拿那個存折給她看 存折那個領出來的上面都有紀錄 可是她還是疑神疑鬼的 就是說 而且還有一次更好玩 就是她鑰匙被我掉到哪裡去了 說是不是我把她脫走了 我說脫你的鑰匙幹嘛 我也不能拿去做什麼 我自己也有鑰匙 後來她在那個衣櫥 衣櫥裡面到處翻才發現 掉在衣櫥的某個角落 為什麼會掉在衣櫥 因為她把鑰匙藏在衣服 藏在衣服裡面的袋子 然後又用衣架掛著 可是可能沒有弄好還是怎麼樣 就是從裡面就掉出來了 每一件衣服都翻了 就是怎麼找都找不到 怪東怪西 就是說這些諸如此類 我沒辦法一一列舉 我的意思是說像這些 怎麼講呢 就是說疑神疑鬼到最後就是變成 就是什麼都感覺 也不是幻覺 就是說感覺好像是 沒有善待她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正確的 妥善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怎麼比較合適一點 謝謝 我也先說 我的方法不一定都有效 但是呢 之前曾經有提到過說 有人也跟我們建議喔 也有人遇到跟你差不多的問題 她怎麼做你知道嗎 譬如說生活費領出來了 給了媽媽 請媽媽簽名畫牙 對 那當然存折上面的確 也有人用存折領出來的那個 時間當佐證 那有的人就說 媽來這個月的生活費給你喔 我們來簽個名 那以後再拿出來給她看 那至於這些 包括說像東西啊 她覺得說 你把她偷去啦 這個有時候真的就是 當下的情境 你當然不能跟她去反駁 那有時候真的是 因為就像你說的 她藏到找不到 或掉在某個角落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陪著她去找 那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有點耐性 也不要跟她反駁 如果她很常鑰匙掉 或什麼東西掉 像鑰匙這種東西 或許我們可以多準備一下 然後真的一下 找不到的時候 你就先把她 放在某個 她可能比較常放的地方 但是是引導她自己去找到 而不是你去幫她找到 因為你幫她找到 她會說就是你偷的 我叫你拿出來 你才拿出來 對 所以說其實 每個家庭 都有自己解決的方法 這個都是要自己去嘗試 我們講的都叫做通則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 這樣做一定有效 但是通則底下 就是至少不要再讓這些 情緒越來越高漲 就是 所以這台是常 很會常東西 就是把那個印章啊 什麼藏在那個藥頭樣子裡面 然後藥為主 又放在某個櫃子裡面 就一層一層這樣 然後最後又搞亂了 所以她要藏到哪裡去了 就是 反正最後就是搞得一層混亂這樣 然後還藏到冰箱 冰箱裡面去 就是 這個很麻煩 我不曉得沒有 沒有一個什麼標準作業流程 就是 幫她設定一個什麼定點還是怎麼樣 之前有人跟我分享一個經驗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 後來她幫媽媽買了一個櫃子 這個櫃子她告訴她 這個叫做 這是保險箱 但不是真的保險箱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像廚師櫃 然後她只要輕輕一按 她就會彈開的那一種 她就跟媽媽說 重要的東西 你都放進去這裡面 只有你一個人可以開 那就 就要聯合其他人 就是 就假裝碰的時候 是開不了的 只有媽媽碰的時候 去壓她 她就會彈開 那媽媽從此以後 她覺得重要的 不管零食啊 或者什麼重要的東西 她都自己把它放進去裡面 那或許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我就說 沒有什麼真的標準的 標準的一個回答 或者處理的方式 這都是靠大家 彼此經驗的分享 我不知道 君佑這邊 君佑這邊有沒有 我的重要東西都放在廚師箱 因為有些相機什麼 有沒有 鏡頭那些 那個想法還不錯 對 因為 那時候剛聽到說 她是買保險箱的時候 每個人說保險箱 那號碼會記不住 沒有沒有 她是用廚師箱 廚師箱外面 其實還有一個鎖 其實可以上鎖 對 那她除了上鎖 有的是那種吸血式的 這樣壓下去就好了 對 所以說 這家屬其實蠻有智慧的 然後從此媽媽什麼零食啊 乖乖巧克力 全部都放到保險箱裡面去 實際上那只是廚師箱 與其讓她藏 還藏去找不到 不如找一個 就讓她專門去藏的 對不起 你剛才提到那個什麼 我身邊在家問一個 因為我問問她拿我的錢 老師是喜歡買樂透啊 我一次還買個五六百塊 那還不打緊 我說江海中了 中了也許大家皆大歡喜 我最大困擾是 她喜歡在樂透店出來 就是拿一大把糖果 那這是我最頭痛的 因為樂透他們常常會準備一堆那個糖 就是什麼糖都有嘛 那我媽媽就是 可能老人家喜歡吃糖 她就一次拿一大把 然後回來我就開始投到 又不能把它挪開或怎麼樣 因為那糖不是 如果巧克力是還好啦 但是那個糖都是糖精啊 什麼的 我個人感覺是不是很好啦 所以我說像那種 拿回來你是直接把它丟垃圾桶 還是把它藏起來還是要幹嘛的 我不曉得你們怎麼處理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媽媽如果說她溝通上面 其實是還可以的話 我會覺得啦 不要限制她去拿 因為她覺得 這可能是她喜歡的東西 那也不要說一次把它丟掉 她會覺得說你幹嘛丟我東西 可是可以跟她說 我們一次只吃幾顆 我們剩下的先把它放起來 慢慢吃 不要就是全部都交給她 或者就是固定說 我今天給你兩顆 我們吃兩顆就好了 會 要是我會用這樣的方法 那我也不知道這樣的方法 對媽媽有沒有用 因為每一個長輩有時候 都會有些比較固濁的那種 那些想法 所以說你整個去試試看 但是我不建議是她拿回來 你整個丟掉 因為她可能會生氣 對 我是帶到外面的垃圾箱去丟啦 可是她會生氣嗎 沒有 因為她有先吃 有時候她自己也搞忘了 搞忘了 下一次再去樂透店又再拿 她拿了我就丟 下次如果她是常常固定去那家樂透店 你還不如跟老闆穿透說 看到我媽媽進來先把糖果收一半起來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那個是給公眾顧客拿的 如果你跟那一家店的老闆是比較熟 其實是可以稍微跟她講一下媽媽的狀況 在媽媽進來的那個時候 先稍微收起來之後再放上去 對不行她每次都不同店買 真的好吧 好 謝謝 好 那個我們時間上的壓力 雖然已經四點半 線上的兩個問題我們最後回答完 我們今天直播就結束了 一個部分是問到說美女老師 有 就是獅子的長輩不願意吃飯怎麼辦 然後另外一個是不願意洗澡怎麼辦 這兩個問題好像都是很常的 困擾大家我就說今天沒有一個真的告訴你 可以怎麼樣解決的 不吃飯不洗澡 我就說有時候找到對的人很重要 還有要去看就是不吃飯的原因是為什麼 不洗澡的原因是為什麼 有些長輩就覺得我沒有很髒啊 我為什麼要洗澡 還有就是或許有些人是不喜歡 單獨一個人在浴室裡面 也有這個可能或者他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找到原因會比較重要 那另外真的就像我說 或許找到一個對的人陪他吃飯 或者是幫他一起洗澡 或者協助他洗澡 我覺得這個 這是我目前比較能夠想到的方法 找原因找到對的人 那另外不吃飯 你要先確認他不吃飯的原因是因為 心情的關係 還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有沒有憂鬱 有沒有牙口的問題 還有這些食物是不是他喜歡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列入考慮 還有有沒有被害的妄想 這些都是我覺得是目前我可以想得到 那就是靠你們因為在照顧他 可以去比較了解他的狀況 去評估然後找出原因 然後慢慢去改善 如果是因為心情不好不願意吃 找個人陪他吃啊 或者換個環境吃啊 還有另外餐盤的擺設 擺設還有食物的這些烹調的方式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的長輩 是不是可以讓他比較願意進食 那洗澡這塊我覺得也是就是 我的目前比較能想到就是 看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我身體的病毒 或者他就是不喜歡 或者他就是討厭 有些人真的討厭身體濕濕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找出原因 或者找到對的人 然後一起來幫助他做這件事 好 那我想因為這兩個問題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可能 都需要去排除 那今天因為我想時間上的一些關係 跟壓力 我們是不是先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美女老師 謝謝 對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其實剛好因為外面這邊 就是現場也常常在修路 我們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的家屬的課程 我們會改到東元街上面的健康中心 也是健康中心希望跟我們一起來 做這樣的一個服務跟推廣 那在線上的夥伴 其實常常他們會擔心說 這麼好的一個講座 能不能在網路上留下來 那我想美女老師也很大方 我們會把這段錄影 再做一點點簡單的後製 我們放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他說他要跟家人一起反覆 再做一些學習跟觀看 是真的 有時候真的你每次看 每次聽藍玉的演講 都會有一些新的學習跟新的收穫 那最後我們就做一個預告 我們下一堂課是請台北藝術大學的 蔡汶芳對不對 藝術治療師來跟大家談 就是獅子者的一個藝術照顧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我們家屬也是蠻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其實在我們的養護機構裡面 我們也做了一些經驗跟嘗試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部分 讓大家在照顧上面 可以更能夠怎麼講 多一些色彩 不要只是非常的 在一個悲苦的情境裡面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月見 謝謝 拜拜